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的 美丽 然后怎么样 就变垮了 好的 反正就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妈妈 我觉得我非常三生有幸 三生 谢谢 然后希望导演能够让大家能接受 能够还原这样一段的历史故事 周杰镇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婚军了 剧中也是各种叛逆窗户 孙太后您怎么看自己的这个儿子 谁说她是婚军的 她是我的好儿子 其实一心在这个剧中我真的是 因为我跟她演那一部分 前面一部分先是那种她非常的叛逆的 就那种让人很崩溃的刁蛮时期 然后但是她中间离开了一段 我看不见那一段 我现在特别的期待看你在大漠 就是在瓦剌那那一段 你在大雪地里边 然后各种各样的经历和许冰一起 是吧 那一段我特别的期待 而从那之后她回来 长上了大胡子 整个人变了一个样成龙了 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 你从那个架子上 轿子上下了那一刻 你去卡这么出来 导演当时在边上说 他就说你看这已经成龙了 哇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是真的 因为其实这个孩子 因为说朱起震这个孩子 真的是其实也没了爹 那么小的没了爹 然后呢 我这个角色孙若薇是又当爹又当妈 然后一直拉拔着长大 但她呢就是奶奶在边上 又特别的疼又比虫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每个孩子其实都有那样的叛逆的 也不叛逆的孩子 我觉得还是有她的本事的 无论什么时候 妈妈是永远那个 在背后支持你的人 对 就无论你 你叛逆跑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去 我有我在想的时候 我也是从杭州跑到了北京去 就越跑越远了 嗯 所以妈妈 妈妈永远都是我心底里面最信任 而且会最最依赖的人吧 所以我觉得朱家的这个朱起震和孙若薇 他们俩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 我相信 嗯 当然到剧的最后呢 那是另外一条走向 因为无奈 他出生时的帝王世家 现在的阶段 朱起震的表现如此坑吗 网友都气炸了 之前嚷嚷催生的那拨人 又嚷嚷着 让孙若薇把朱起震塞回去呢 塞回去 那不要吧 别塞回去了 对塞不怎么进去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听天由命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而且 呃说实话 呃 朱起震这个皇帝还是有一个 他是废除了那个宫女的 呃 陪 训葬 训葬制度 对对对对 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嘛 一些 一些 啊 还是有 可是朱起震叛叛逆的这几集 看着真的好气啊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 朱起震的一个状态吧 想走 他主要是对 他主要是希望就是 想自由 对想要自由 嗯 这个其实 对对对对 其实是可能每一个孩子 都会经历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吧 对 然后走远了以后就想着 妈呀 我好想家呀 我想我妈呀 对不起啊 我好奇你在瓦剌那会儿的演戏里面 会想妈妈吗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会呃 跟我说到 徐斌会要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因为 他是唯一一个在宫里面过来 包括关照我或者跟我一起 陪伴我的人吗 嗯 那肯定会看到他肯定会想妈妈 就肯定 嗯 对想妈妈 那时候不怨妈妈了 那个时候其实 就是我个人的心理的这个建设 就大概就是说 其实我真的知道错了 嗯 今天第一次听到 是我不对 我第一次听到 其实我觉得就是 呃 我希望跟妈妈说就是 其实妈妈你不用太担心我 我知道你有你的真实 但让我去感受我 我的真实 呃 你说的有你的道理 那让我去感受 真正属于我的道理 你有你的故事 你有你的经验 让我去累积和寻找 去探寻我的故事跟我的经验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你想跟你妈妈说的话 哦 哦 其实这对 我觉得多多少也 其实都是有共性 也是我从小就想跟我妈妈说的话 一样的 真的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就都有这一段 我想出去闯一闯 你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信呢 你干嘛啥都担心呢 是不是就这一段 他回也是一位母亲了 一星这次也演绎了一次叛逆的角色 两位对如今叛逆期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我不会跟小孩说 因为我其实自己 我觉得我仍然是在叛逆期 是是 我就觉得 妈妈不用担心 我觉得有儿孙自有儿孙命 该走到哪儿 他该经历的 你帮他躲也躲不过 他还是要去经历 而且 其实真的是越小的时候去吃苦 然后去磨难 对他长大了以后越好 而且小时候容易容易那个就是恢复 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感受的越多越好 然后经历的越多越好 希望成为看过世界的男人